记者向城镇台北报导 Whotel小磨命案引发新兴毒品泛滥问题 法务部法医研究所病理组长萧开平指出 新兴毒品致死案例有增加趋势 新兴毒品最可怕的是吸毒者会混合使用 法医所验尸时还发现过毒瘾致死者身上有7-9种新兴毒品 验出比例最高为K.Tomin 很多毒瘾者27岁就走掉 这是法医所最不想见到的事 法务部法医所下武汉媒体在法务部查序 法医所毒物化学组长林栋梁指出 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的通报资料 新兴毒品种类已上升到790种 目前台湾新兴毒品滥用多以毒咖啡包 毒奶茶包形式流窜 标榜毒品内容为三合一或混搭的完美比例 常见组合多含K.Tomin 法医所搜集100年到104年新兴毒品致死案例 平均死亡年龄为27 7岁101年到105年新兴毒品致死案例共计204件平均年龄为29 0岁新兴毒品滥用致死现场以旅馆或摩铁最多 显示新兴毒品滥用以年轻人为主 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 法务部法医所长图达人指出 法医所下个月将汉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和半古今法医传奇与反毒犯罪体验特展 接着再巡回全国中小学汉角正学校展出 让国人汉青少年了解毒品危害